张哲瀚真不愧是游戏王 别的明星参演同意节目那是过来工作的 而张哲瀚那是真来玩的 在最新一期的跑男节目中 张哲瀚有几个高光的亮点没有播出来 其中最搞笑的就是脚踩止压板 刺破气球这个项目了 别的明星做任务的时候 都是被整得呲牙裂嘴 痛苦不易 但是张哲瀚却完全沉浸在了游戏的节目环节当中 玩得不易乐乎 啊还慢 我已经 哇 太慢了 快点 最重要的是很多明星大腕 在节目中都十分珍惜自己的玉毛 不愿意扮搞怪 但张哲瀚却完全没这个负担和偶像包袱 甚至还刻意把泡沫涂抹到头发上 让自己秒变超级赛亚人 当然张哲瀚是哪里弄来的泡沫 原来这些泡沫是张哲瀚做游戏的时候 准备弄其他嘉宾的道具 最后却阴差阳错全落到自己身上了 只能说如此哈哈和搞怪的性格 怪不得张哲瀚受这么多人的喜爱呢